电动扶具车路上乱乱跑成为交通安全的引诱 限制局交通队强调 电动代步车是身杖的扶具品 代替行人双脚 因此它不是车 必须遵守行人的相关规定 如果因为违规开上道路而发生的事故 电动代步车要负主要的责任 许多身杖人士会把电动代步车当作是汽车开上马路 甚至就穿梭在大车小车当中相当危险 限制局交通队表示 电动代步车是辅具不是车 不可以上路 是身杖的辅具还有它是属于代替行人的两只脚 所以它不是车 它是行人的脚 所以它属于行人的一部分 它是不能在车道上面行走 它只能走在人行道 还有要过马路的时候要走行 这个行川线就是我们讲斑马线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车道上面跟汽车发生交通事故 行人要负大半的责任 所以这一部分 所以使用电动代步车在车道上面发生事故 是电动代步车的这个路前责任是比较重的 警方提醒民众不要让家中长辈开着电动代步车出门趴趴走 既违规又危险 如果发生车祸事故 电动代步车要负主要责任 请大家特别注意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